大家好,我是三妹 今天要进山来寻找植物了 跟大家分享一颗玉叶金花 挺漂亮的,它的作用也很大 走,带大家一起去认识和了解一下 走吧 这个就是玉叶金花了 大家看一下 它的叶子是绿色的 花是金黄色的 叶子的背面是灰绿色 纹路也比较清晰 它的滋感是圆柱形 上面有一点细小的绒毛 然后大家看一下 它的花特别的小巧精致 像金灿灿的五角星 是顶状花絮重生的 它还有两片像白玉一样的花瓣 这是花瓣哦,可不是叶子 所以它的名字特别的形象了 叫玉叶金花 玉叶金花它属于攀圆的灌木 喜欢生长在丘陵,灌虫 还有沟谷,山野或者是鹿堂 栽植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滋感特别的粗 它上半部的枝条呢 比较细软 这样容易攀圆到其他植物上面生长 是绿色的 而下半部的枝感比较粗壮 已经木质化成灰褐色 所以这玉叶金花它就属于攀圆灌木了 玉叶金花常分布在我国长江以南各省 像我们广西有,广东也有 还有湖南,福建,江西,浙江,海南 这些地方都有它的身影的 玉叶金花它的金和叶 我们常常采摘回去煮水的 其金叶,味干,性凉 所以特别适合煮水 煮水有清凉解暑,清热疏风 所以做凉茶的配料 能预防感冒中暑的 不知道朋友,你们的家乡 有没有这一棵玉叶金花呢? 你们有没有采摘回去煮水呢? 玉叶金花它的观赏价值也很高 还被国家列为珍贵的植物呢 因为它的适应性比较强 耐阴,生长速度又快 萌芽的能力又极强 所以有些喜欢花草植物的朋友 也会把它种植在家里的庭院 这样就可以给它做出很多的造型了 加上它开的花也比较艳丽 所以人们都比较喜欢它 只可惜现在看不到这玉叶金花节的果子 记得小时候我们还会用这玉叶金花的果子 把它捏碎,然后去蘸蜻蜓呢 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玉叶金花的别名吧 玉叶金花它也叫白蝴蝶 白叶子,百花茶,大凉藤,蝴蝶藤,黄蜂藤 朋友们在你们的家乡 你们给这一株玉叶金花取了什么样的名字呢 欢迎大家一起分享哦 倘若大家在野外遇到了这一颗玉叶金花 记得采摘一些回家煮凉茶哦 你们还知道这玉叶金花还有哪些作用和用途吗 好了,今天山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山麦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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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